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打算介紹 我們公司的紫外線特輯 首先很簡單地 和大家介紹紫外線的小知識 其實紫外線最強的月份 正正當今個月開始 就是5月至9月是最強的 其實最強的時間 就是約11點至3點 雖然有很多人都會心想 這個時候我應該是在公司室內 不會太少出街 但是其實透過玻璃窗 都可以有紫外線 可以試入自己的皮膚 所以大家記得 真的要每天都做好 防曬措施 首先防曬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有分UVA和UVB UVA和UVB 有什麼分別呢? UVA代表PA 多少個加 UVA會直接射到我們的真皮層 而它破壞了骨膠原 透明質酸 就會令到我們出現 鬆弛和皺紋的成因之一 UVB 其實它是值得我們的表皮 所以你可能會容易覺得曬紅 曬傷了 但是曬傷的情況下 你的水分是會被蒸發的 就會引起我們香港人 最經常都說的就是皮膚很乾 皮膚很乾 很大原因都是因為紫外線 所以大家記住 選擇防紫外線的產品 一定要融合了 SPF多少和PA多少個加 記住 還有紫外線的成分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紫外線吸收劑 它是一種會產生化學反應的成分 另一種叫做散亂劑 紫外線散亂劑就是所謂 大家都很常見的叫做物理性防曬 物理性防曬 它就可以把紫外線折射出去 就可以避免到皮膚出現敏感情況發生 你這樣說一說 終於都明白了 其實很多人 你開架都看到很多 有分一些物理性防曬 或者SPF是甚麼 尼亞 PA是甚麼 現在說一說大家都明白 是啦 那就看大家做 做足抗UV的重要性 讓我看看 要透釁嗎 ã米阿 可以嗎